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能穿上我媳妇多出来的 如果你属于洁癖比较强烈的人 可以在国内买好这种便携式的烧水壶 还有一次性的毛巾便携式衣架等等带过来用 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洁癖 但是在这种时候买一些这些东西 以防万一还是很有必要的 酒店提供洗衣的服务会发洗衣票 你可以根据酒店的要求 把规定数量的衣服放在白色的塑料袋里 并且做好标记放在门口就行了 很有意思的是在新西兰隔离 它是不限制你在酒店区域内的自由活动的 你可以自由出入酒店的房间 到酒店楼下的一个封闭区域去放风 你甚至还可以预约每天去海边散步半个小时 不过好像预定的人很多 位置有限下手一定要快 但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就不去掺和这些了 那么酒店每天会拍护士来测一次体温 在第三天和第十一天的时候 会进行两次的鼻柿子核酸检测 做测试之前要填写表格 一个是同意书一个是个人资料登记 反正做鼻柿子还是有点难受的 做过了都懂 但是给小朋友做检测的时候会比较温柔一点 所以可以告诉小朋友不用害怕做核酸检测 一般检测结果 会在两天之内通知你 但是像我们第一次检测就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 所以过了几天我们就打电话过去问检测结果怎么样了 得到的回答就是如果没有通知你那就是没有问题 No news is good news 这就是新西兰比较随意的办事风格 但是第二次的检测结果在第二天就通知我们了 可能因为结束隔离是需要检测结果成阴性的 那么如果有人被检测出阳性的话 就会被转送到专门的检疫隔离酒店 我们的酒店在我们入住的前一天 就出现了一个阳性病例 我们入住前的几个小时病人才被转走 酒店还给我们发了通知 当然了酒店肯定是进行了彻底消毒的 但说实话我们一开始还是有一些小担心的 因为这算是我们离病毒最近的一次了 在隔离期间呢 新西兰政府设立的健康热线 Healthline 给我们打过两三次电话 那么在我们结束隔离以后还打了两次电话进行回访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其实还是很到位的 好的关于住的事情已经说完了 那么现在来说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吃 酒店呢是提供一日三餐加上下午茶 那么每周之前都会把菜单提供给你 让你自己来进行选择 基本上每餐都是两个选择 一个是肉食一个是素食 早餐的话基本就是面包鸡蛋香肠麦片酸奶这些的 午餐以面汤炸鸡沙拉这些相对简单的东西最多 晚饭通常是烤肉这类的还有甜点加软饮料 下午茶一般是小甜点或者是水果还有专门的儿童菜单 那么基本上就是老三样炸鸡炸鱼罐头一面搭配薯条 那么味道不是很好所以可以的话 我建议你给小朋友也点搭人的餐 其实我觉得酒店提供的餐食味道还可以 它的花样很多 那么各个国家的食物都有分量也够热量也够 如果你觉得不够吃的话还可以打电话向前台药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它有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 就是很少会搭配主食 有时候会有面或者炒饭 但要么太腻要么是偏甜的东南辣口味 所以我们有两次吃到偏咸辣口的咖喱配米饭 还有烤肉配米饭都快感动哭了 但是有一样比较好吃的东西就是 每周五固定的晚餐是汉堡 他们的汉堡讲良心话还是做的非常好吃的 而且周五可以点免费的酒精饮料 如果在平时点酒精饮料的话是需要自己付费的 哎呀反正第一周以西餐为主结束以后呢 像我这样口味宽容度比较高的人也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东西 所以第二周我们看到菜单上估计不合口味的菜就不点了 避免浪费嘛 然后就开启外卖模式 什么早餐 咖啡加杯果 麦当劳 午餐 拌饭 炒饭 炒面 晚餐 炒菜 辣子鸡 紫然羊肉 麻辣香锅 麻辣烫 反正吃的总算是舒服一些了 然而第二周即便我们取消了很多的点餐 酒店依然坚持在餐餐都给我们送饭 我想他们可能真是发饿着我们吧 因为第二周确实非常难熬啊 如果吃的不好的话呢就更加难受了 还有就是如果你晚上容易饿的话 可以从超市买一些外卖的饼干 方便面水果之类的放着 晚上饿了可以吃一些 反正吧隔离的生活确实度日如年啊 像小朋友我们还可以安排一下 学习数学啊 学习中文啊 写写作业 上网课什么的 但是每天的空益时间还是非常多的 我们是手机刷都不想刷 电脑也不想摸 然后我们隔离期间刚好是属于这个奥克兰 小规模爆发封城 空闲的时候看看窗户外面 基本上什么人都没有 但是为什么对面建筑工地的工人 会全副武装穿着隔离服啊 然后封城期间皇后大街广场 居然还有抗议活动 偶尔想锻炼一下身体 但是也没有什么镜头啊 哎呀我跟两个小朋友 今天是隔离了两次已经觉得够够的了 那我老婆就更加惨一点 她隔离了三次 到了第二周啊 真的就是掰着手指头在数日子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倒数第二天 那酒店会送来一份结束隔离的登记表格 填写好以后呢 在最后一天把表格送到楼下的护士站 进行最后一次的体温测量 护士站再给我一份所有检测正常 可以结束隔离的表格 这个时候就回房间 把微雨稍微的收拾一下 按照酒店的要求 把用过的预警和床上用品 用酒店提供的白色塑料袋都装好 把所有的垃圾都收拾完放在门口 就可以等待结束隔离的时间了 只有你交的车或者你家人接你的车 到达了酒店楼下以后呢 你才可以下楼去走完结束隔离的最后流程 然后在楼下会有新西兰国防部的军人 对你的结束隔离表格和护照进行对照 然后给你一张放行单 随后呢还是军人对放行单和护照 进行第二次的核对 他们工作还是很仔细的 之后你就可以回家了 好了这就是在新西兰隔离的整个过程了 那么如果你满足这个新西兰政府 隔离政策相关条件的话 这整个隔离都是免费的 隔离的生活除了比较枯燥以外 别人都还挺好的 隔离点的工作人员都特别的nice 所以我也想在这里向他们表示 非常真诚的感谢 那最近的好消息呢 是疫苗的进度非常不错 尤其是咱们中国呀 我前几天看新闻 国内已经开始试点接种疫苗了 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我希望在2021年结束以前 我们可以回到以前正常的生活 因为就我个人来说 被这次疫情的影响是很大的 我的情绪一直不是很高 所以这半年以来 基本是没有什么心思去做视频这些的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尽快的 恢复到那种常态化的生活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观看这个视频 那么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平安健康的度过这次疫情 那么我们就下次视频再见了 拜拜